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個時候 這個回顧當時風光的時刻 那真的是讓高雄人非常雀躍 那為什麼會沒落到這個地步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地下接大火 因為第二雞消費 剛才看到就穿著那邊 對對對 第二雞消費之後 你看 本來是我說過一個商業走廊 對不對 大家五分鐘而已 可以花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但是第二雞消費之後 像這個全通百貨在那裡 全通百貨公司他過一間在那裡 要做起來比較少有困難 三廊有困難的原因 因為他所處的區域 屬於高雄市裡面 那個區塊 沿層區裡面最沒落 而且這個 鹽鍋以前是高雄 算得很繁華 它叫做鹽鍋 以前都拍鹽的地方 所以說那個三人那個地雞的上面 在清調的時候 是叫做賴南鹽廠 都在拍鹽的 因為海水印在外面 在那裡拍鹽 所以你看鹽很有錢的你知道嗎 生活必需品 但是鹽鍋補是這樣的 有興趣的地方 就是從出港到大薪保育公司那裡都很興趣 還有一條新六雞 新六雞金碼店 金碼店 我們現在很多地下經濟 金融 或者是地上 我們都很多 其實光是這些的交易有沒有 獲利很大 所以有錢人很多 但是離開這個區域之後來到城中城 這個湖北里這個地方 他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比較 有一些風化區 風化區 高雄的風化區就幾個重點 那那個地方都是有牌照的 合法的 日據時代就有發一些證照給他們 所以說那個地方很多男生都會去 你說傳統保育公司在那裡 對 你說 如果說女生一個人 他起到那裡在市場的公司 小出來之後外面都要風化區 但每個人都問說 不好意思 小姐 來 多少多少多少 這樣有沒有 說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女兒 誰願意讓他去逛那個地方 因為高雄市可以逛的地方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地方他 當他沒有地下街以後 他整個經濟上面來講的話 整個收入來講的話 因為人數就慢慢不會進去了 不然你賣的時候就沒落了 對 沒落這個時候是這樣 鄭長哥 有時候人在好的時 每個人又不少過 如果都在6歲的時候 我想說每個人都走到 所以說那個地方就 慢慢人都在家 才出去之後 整個房價就下來 房價下來以後 他會吸引到的 就是一些 人家說真的比較監竊的 所以鄭大哥 你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說這些人 這種涉案人這些有沒有 他們這些背景的人 這種經濟比較低下的人 說實在 這個時候 他當然就選擇這個地方 對 修 修 修不時對不對 最重要的說真的 反正我人就是沒錢 不然我命一條給你處理好 我沒有交這個管理費 不然你交我怎麼樣 對不對 我剛才沒有交給你納稅金 不然你要交我怎麼樣 對 反正我都不在乎了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段年輕人 專門喜歡去找什麼鬼屋 那這個已經是沒落後的 這個城中大樓 那裡面一到六樓 本來就是什麼遊樂場 什麼有的沒有的 百萬公司 現在整個都荒廢了 六樓 以上都有住戶 荒廢之後 他們有這個美協 現在就這樣 不然人家說七大鬼樓之一 其實我很欣賞 我很欣賞他們在裡面欣賞 怎麼說 其實你如果知道的人 裡面有沒有 不是剛才穿這樣而已 那是說我們看到照片而已 其實你到了現場以後 你那個味道 那個氣味 其實這個國公戲院 他的那個天花板 這個地方就是整棟大樓 衛生管線集散的地方 你看 這麼久年久失修對不對 你說衛生管線會擺著 會擺著 擺著擺著 擺著之後就會流 你流下來的那種味道 那不會乾淨 你說真的 矩矩矩矩矩 時間下去 整間那些都沒有人 你以前那個作業有沒有 都在海綿 對 滴下來之後都吸水 蓋著 味道都在凝底 你知道嗎 凝底 你根本怎麼洗都洗不掉 最重要是沒有人在這裡洗 所以有那個騎車 如果騎車就說電梯派有沒有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沒人敢走下來 因為走下來 那個樓梯有沒有 那個樓梯都洗股了 怕骨頭 第二就是說太陰森了 太陰森了 因為走過那個中間 這幾個樓層的時候 那毛骨悚然的感覺 有沒有 很多騎車都很煩惱 老師會藏嗎 一定會 像那一種就是潮濕 陰暗 晦氣很多 而且像國遠剛剛講的 有那一些就是說很特殊的 那一些異味 那一些臨界的東西 最喜歡聚集在那樣 那樣的環境 陰暗潮濕 陰暗潮濕跟那種氣味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外出去 有一些方會的公園 廁所有沒有 最喜歡藏那一些東西 他們最喜歡那種味道 那有一個社工 他在PTT 01版發文 說高雄有幾棟大樓 環境很差 租金便宜 那些團體住的都是弱勢人口 探訪以後才知道 裡面都是廢棄的狀態 然後呢 說有人 這個回到家以後就做了惡夢 小代這情況怎麼樣 因為那是那個社工在那邊轉述 他說因為那邊弱勢團體 住的弱勢的人多 那他們必須要定期去探訪 那去探訪的過程中 他就是那社工講 因為就像剛剛王大哥講的 那個地方陰陰暗暗 然後那個牆壁 被人家塗鴉得亂七八糟 然後雜物堆滿 你一進去就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廢墟的 半廢墟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女社工去探訪的時候 他就說他一進去就覺得 就涼 全身涼涼的 那種陰風陣陣 結果他突然看到那種老婆婆 知道怎麼跟他招手 那老婆婆反正住在這棟裡面 很多阿公阿嬤 沒差 問題是他覺得那個老婆婆的手 特別的長 長到已經是超出他身體的比例 他就嚇到揣一下 再灰神一看 老婆婆不見了 那有好幾次他是接到 他裡面他那個 那些老住戶的電話 因為他仿視的對象 打電話給他 摸摸下去 摸摸下去 我住在這邊我住不下去了 為什麼住不下去 因為晚上都經常嘟到 嘻嘻怪怪的東西 有七粒的喊叫聲 有人半夜一直在那邊捶牆 我這邊還有黑影晃來晃去 那我整個晚上都沒有辦法睡 那所以你們安置在那邊的話 那其實是讓他們相當的不安寧 所以後面的他的傳說 就越來越多 這個是這一次程中程大樓 不幸有四十幾位往生 那這是當天辦的這個招魂的大會 現場真的是無比的哀期 不過我請教廖老師就說 這是這一場 那以前如果有人走也會有辦招魂 那為什麼以前已經招完魂了 結果還那邊還會鬧一些靈異的事呢 是 以前招完魂 可能就是針對那一個靈體 招他的魂離開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在討論 他中間那一個戲院的部分 有那麼大的面積 都是聚陰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 以我們科學的說法 就是說濃煙往七樓上面跑 所以七樓跟九樓的這個死傷最多 可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因為七樓以下的六樓 我們剛剛有談到 就聚陰最多的地方 其實就是說 因為陰其實會交叛 就是說這一些靈異的 這一些朋友 他們住在那邊 其實就會形成一種氣場 那其他的就會聚進來 那聚進來就像鄭大哥剛剛講的 我們住在那邊的人 如果就是說比較複雜 然後行為又比較危險 其實這一些靈界的朋友 也會看有機可乘 就會發生這一些危險